大家好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Spring6的HTTP interface 那在開始之前先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那我現在任職在國泰金控雲端技術科然後擔任的是微服務開發工程師 那是叫我開發者那第一份的工作其實跟金流有一些相關 那後續就加入就是在銀行業然後曾經做過玉山的核心轉合 那後來對雲端有些興趣那就跑到國泰來做雲端的微服務開發 對那主要都是在做後端的系統 好那在進入主題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過往 那就是Spring他都提供了哪些HTTP interface 讓我們來應該說RestClient讓我們來使用 那其實我們當然最第一個就會想要就是 RestTemplate 那這個應該大家都用過吧我可以統計一下現場有用過的人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喔對啊這幾乎每個人都用過 那所以這個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他就是 用同步的方式幫你執行HTTP Request 那他其實導入時間非常早在Spring Framework 3的時候就開始導入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用法其實也是就是一般的做法 那你就先有一個你的RestTemplate 那接下來再指定就是說 你要用 哪個URL 那這個URL的話你可以看說你是要拿Entity還是要拿Class 然後你要做 什麼樣的行為 像這邊的範例的話就是用Get 對 那除了RestTemplate之外呢 Spring他還提供了一個叫Webpline 那再統計一下那Webpline用過的人有有多少可以再幫我舉個手嗎 喔 好好這個比例就少很多了好 那這個Webpline他跟RestTemplate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可以讓你提供用非同步的方式 來執行HTTP Request 那他是在Spring Framework 5的時候在導入的 那他這個Webpline呢他其實是作為Spring React的一個 一個 部分的一個元件 所以 當你需要使用Webpline的時候你需要在你的相應性當中 加入Spring Boot Starter這個Webplux這個功能來使用 那他提供給你最大的好處呢基本上就是能夠用非同步的方式來執行 那非同步能夠帶給你的好處其實並不是說增加你的 比如說Request的速度 他其實是能夠增加你的Spring Server在 處理Spring Boot的部分他能夠 降到你Spring Boot的效能 那 這邊可以看到就是他用法其實也跟RestTemplate不會差太多 那一樣一開始你就是一樣先用一個Webpline然後去Create 那就是指定說你要用哪一個UIL 對那這邊可以看到他跟RestTemplate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他的 使用方式比較偏向生命式 因為這邊可以看到就是說你可以一行一行讀懂說他要你在幹什麼 比如說我現在 可以看到就是我用client.get 就是我要用get的方式嘛 那get哪個UIL 那get完哪個UIL之後呢 我要用哪 什麼樣的接收什麼樣的類型 然後最後就是retrieve回來這樣子 對 那這邊可以看到比較特別就是他回傳的 格式應該說cluster 就是這邊可以看到是mono 對那這個mono其實就是Spring React的一部分的一個 一個class 那他提供給你就是非同步的功能 只是這邊我們就不會詳細介紹就說mono怎麼用這個 大家有興趣的話再自己稍微研究一下 但是就是可以知道就是說你如果要用非同步的方式的話你基本上是用mono或是flux這兩個class 好那這就是 Spring他提供給我們兩個的那個resclient 那 比如說我們在使用resclient的時候啊 我寫一些少量的request是蠻方便的 但是 我們如果有很多的request要寫的時候呢 會不會就感覺有點麻煩 因為 從我們剛才看到的範例可以想看到就是說你每次你都要new一個res template嘛 然後指定你的URL嘛然後 他還在寫說你要 做 gast 或post 那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狀況 就是 因為現在其實就是雲端的時代嘛 然後大家都寫微服務 那你可以假設比如說 我這邊有一個叫做user的microservice 那基本上我對於user所有的存取都要透過這個microservice 那你就是做 整套的CRUD 你的create user get user update user delive user 通通都是透過httb request來寫 對 那這時候你如果還用res template 你該不會 就要create user的時候你就要new一個res template 然後 get user的時候你要new一個res template 這樣聽起來蠻蠢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是不會這樣做 那通常在多request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會寫一個class 把你的這整個 request整理起來 那這邊給一個範例就是比如說我就叫做 userres template service 那這個service 我們應該就會把它註稱成 Spring的bin 那首先在上面我們就統一new一個res template就好了 那 一樣url的方式我們也是透過static String的方式 然後就指定說 我這個userres template service 都是打user這個url 那底下你就可以去實作你的部分 就是比如說 剛才提到了全套的這個crud 那 你就可以省掉一些工 稍微省掉一些工 就是說 至少不用每一個 動作你都要重新new一次你的res template 好 那 雖然 這樣寫我們是少了一些重複的程式碼 對啊 但是 不覺得寫起來還是有一點麻煩嘛對不對 因為 剛才看到我們這個範例 其實 雖然你 你有了一個res template 在最上面 然後底下你去實作各個messor 就是crud 但是其實crud 你看到其實crud也沒做什麼事情嘛 就是 把你要的東西拿回來 對啊 那我們是不是有 更方便更簡單的方式可以做呢 那這邊就要再介紹另外一個套件 叫做 Spring Cloud open frame 那 這個 Spring Cloud open frame 他是將 Spring的這個 他是將Fan這個 open source的這個 project 整合到Spring當中 那他提供給你 聲明式的 HTT interface 就是說你不用在自己去實作這個 HTT Request的內容 那 他提供你透過annotation 或是 透過configuration properties的方式來做設定 你如果要用的話呢 就是從Spring Cloud 要導入這個Spring Cloud starter open frame 這個 這個架檔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Spring Cloud open frame的範例 這邊就可以看到這是一個Spring Cloud open frame的範例 那可以看到這個就比我們剛才自己整理的一個 Rest template service 簡單多 因為他其實就是一個 Interface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Public interface 然後一個 User Client 那在最上面我們會加上一個 Fan的annotation 那是代表 就是說 這個UserCline 他的 應該算是他的名字吧 就是說這個UserCline是哪一個 那我們這邊就把它聲明為User 然後底下就可以看到 我們一樣也是去實作CRUD的內容 但是這個CRUD的內容 因為這個是Interface Interface 所以我們就不用寫詳細的內容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他用的annotation 也都是 一般在寫SpringController的時候會用的annotation 比如說像這個 GastMapping 那這個GastMapping 其實就是我們一般Springannotation的這個 Gate的這個方式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他也是用比如說像是PathVariable這個方式 來帶你的URL的ID 那這個比起來跟剛才那個 我們自己整理的Rest template service就簡單很多 然後你不用寫實作內容 只要寫Interface就好 但是這邊還少了一點點就是說 那我這個 看來要指定到哪個URL 那 那剛才前面有提到就是說他可以透過 configuration的方式來幫你做設定 那這邊你就可以設定在你的application.yaml 或是點property 然後 就透過這個 openfin 然後 cline 然後 config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user 這個user就是我們剛才指定的這個 openfincline的這個 name 我們上面那個annotation 把它annotation成user 那這邊你就可以指定就是說 我現在要 打哪個URL 那其實可以透過這種 設定的方式來指定URL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 我們在開發階段的時候通常都會有各種各式樣的環境嘛 比如說你有DEV SIT 然後UAT production 那你不可能 每個環境你打的這個micro service的URL都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 我們會希望一定有能夠透過 設定來指定URL的這種方式 好 那這個是 我們如果用openfin openfin的話就可以做到簡單的 HTTB interface的設定 那接下來就進入我們正題 就是說 那這樣Spring 6它提供的HTTB interface 是怎麼樣的功能 那它可以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那首先我們再看一下就是它跟openfin一樣 它其實也是提供你 一個聲明式的HTTB interface 你不用自己實作 那它跟openfin比較不一樣的點是在於 它用了webclient來當作它的HTTB的client 所以它是支援非同步的 那這點就可以看到跟fin的差別 因為fin其實是不支援非同步的 但是你如果要使用它 因為它其實 就是前面提到的webclient是 Spring Reactive的一部分 所以你要使用它 你一樣要導入webbox 才有辦法用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 Spring 6的HTTB interface 會是怎麼樣的狀況 那其實它就跟fin很像 你一樣也是一樣 宣告一個interface 然後 接下來就是實作你的內容 然後跟fin一樣你都不用去 真正寫裡頭要怎麼樣實作 不過比較不一樣的就是它用的annotation 其實就是 不是那個 比如說像我們看到的 getMapping或是postMapping 它的名字比較不一樣 叫做getEchange 不過在取得id 比如說像是passVariable這部分還是一樣的 好但是這邊還是有跟fin一點點不一樣的差別 就是 你其實還是要跟這個HTTB interface指定說 我要用哪個webclient 也就是說你不是說只有聲明完HTTB interface就可以用 你這邊還要再聲明一個bin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我先指定就說 我這個URL要打到 user 然後接下來我去new我的webclient的這些的內容 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們再把它指定到我剛才宣告這個HTTB user interface 那這樣用起來就是一樣你就可以跟openfait一樣只透過 HTTB interface 來做 res的 request 那這邊再提幾點就是有關於HTT interface的一些production ready的功能 就是比如說你要如何開啟你的log 那他log其實一樣你可以透過 HTT 透過config的方式去開啟 那這邊要注意的一點是 因為webflux它其實有指定 應該說看你是用哪一個方式來實作你的webflux 像一般預設 Spring預設的話是用native 所以這邊會透過native的設定來做調整 那你只要調到底半個模式就可以開啟log 那如果你想要排除一些過多的一些log資訊的話呢 那其實就要透過webclient去做一些額外的設定 要不然他其實會如果log太多的資訊那有些資訊是我們不需要的 那你如果要做錯誤處理的話 一樣是透過webclient的這個設定 你這邊可以看到他提供一個功能叫做 DefaultStatusHandler 那就是根據你的htt status error code 來指定就說你要做 錯誤要跟對 根據錯誤要做什麼事情 那你如果要記錄一些maxes 就是譬如說屬性 就是譬如說你這支htt request被call了幾次啊 平均花了多少時間啊 那這邊要注意一點就是你創建你的webclient的時候 你要使用webclient這個builder這個class 而不是用builder這個function 這點是蠻那個 混亂的啦 就是 第一次去看到想說不就一個大寫小寫的差別 對 但是你如果要用builder才會自動幫你蒐集matrix 那你用了builder之後呢就可以透過 actuator的這個matrix httclient request這個方式去蒐集到你的 各式各樣的matrix 這邊就可以看到譬如說他可以幫你統計你的 request被呼叫幾次啊 然後總共是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可能最多 request最長的request時間最短的request時間之類的資訊都能夠幫你做蒐集 那你可以把這些資訊導入到stick driver或是permitius 之類的監控系統 好那 這樣我們看起來Spring6的HQ interface跟openfait到底 差別在哪裡呢 其實 以我的角度來看就是你要如果要用interface的話 最大好處就是他幫你支援非同步 那你用openfait的話是不支援非同步的 對 那 這邊我再稍微 講一下就是openfait他其實除了這個以外他還整合了secure breaker跟low balancer 一些 很多額外的設定 這邊可以看到openfait有很多 production ready的功能 那secure breaker就可以讓你做一些錯誤的處理 但是相比起來 HQ interface 其實現在的功能還沒有那麼齊全 對啊 那因為時間關係我稍微直接跳到一下總結 就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Spring6 的webclite雖然 整合的HQ interface提供了非同步的選擇 但是在周邊的整合功能上面還不完全 你有很多設定跟實作內容需要自己寫 那你如果沒有 使用非同步HQ request的需求的話 我覺得openfait還是會是比較好的 一個 一個模組跟一個功能 那使用上也更加方便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